接下來我們接續這個重點3 要找這個切線方程式 也就是說呢 要求過圓上一點的這個切線呢 這個L這個直線方程式是多少 那這裡已知條件就是說 知道這個圓上的一點P的位置在X0Y0 那圓心呢是這個Hk 那我們要怎麼來求呢 我們就要利用呢 我們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MP線段跟這個直線L呢 是互相垂直的 好 互相垂直的 好 那我們就在這個直線L上呢 好 再正條一點叫做Q Q的位置在X1 好 然後還有這個P已知 那M呢這個圓心已知 我們就利用這個MP的這個斜率 乘上PQ的斜率等於-1 好 這個是MP兩點的斜率 這個是PQ兩點的斜率 相乘要等於-1 好 那我們把它展開之後呢 就可以得到 這一條切線方程式L 好 等一下我們會用實際的立體 來做示範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我們看到後面呢 這一個 數學數學裡頭的解題方式呢 跟前面呢 好 老師介紹的方式不一樣 這裡呢 我要再跟你們介紹另外一個 就是說 在前面我們學過的這個向量的內積 我們可以利用內積的性質來求解 好 那 比如說呢 這裡有一個圓 好 假設圓心呢 在-1 3 好 圓上一點叫做P P的位置在27 那我們要求這個切線L 所以我們就再找一點呢 好 因為要產生這個方程式 所以必須要XY 所以我們在直線上正找一點QQ的位置 叫XY 好 那一樣我們知道這個MP呢 跟這個呢 啊 PQ呢 是互相垂直的 好 那我們知道呢 如果我們把它看成向量 MP向量 垂直這個PQ向量 好 那兩個互相垂直的向量呢 他們的內積要等於 好 所以MP的這個 向量 就是長這個樣子 MP 好 這個MP 好 那 再來 PQ的向量 就是長這個樣子 PQ 好 X-2 Y-7 他們的內積要等於0 好 內積呢 就是X的位置 乘上X的位置 加上 Y的位置 乘上Y的位置呢 相加 然後呢 右邊等於0 那我們把這個式子整理之後 就可以得到這個式子 好 好 所以這個式子就是我們要的這一條 切線方程式 好 以上呢 是重點3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來看老師講解5 他說呢 試求過 圓上一點P 然後呢 與圓呢 相切的這個直線方程式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把簡單的圖形畫出來 好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圓形呢 是 負二分之第一 負二分之一 負二分之一 所以得到是負二三 好 那圓上一點 這個E2帶進來 他是滿足的 所以 這個P點在圓上 那現在要求這一條切線 這個L的這個直線方程式 好 那因為呢 我們假設呢 這一個啊 這一個呢 啊 切線呢 這個斜率叫ML 好 那因為ML呢 這個直線呢 跟這個MP是垂直的 所以我們先把MP的斜率給求出來 那給求出來之後 我們知道 這個兩條線互相垂直的時候 斜率相乘要等於-1 好 所以利用這個地方 我就可以找到呢 這一個呢 好 ML呢 是等於這個3 好 這條呢 斜率是等於3 好 通過這個點 好 那 如果你有記起來公式就 點協式就可以直接用 如果你沒有記起來了 我們可以再找一點 假設叫做Q Q的位置是XY 好 然後呢 利用這兩點的斜率等於3 好 其實就是這個啊 你常常記的這個點協式 這個移過來 就是 X-1分之Y-2等於3的意思 好 按把它乘開整理 好 乘開整理 你就可以得到 這個3X-Y-1等於0 好 但其實呢 你也可以直接用 我們在重點的時候介紹的 好 這個斜率跟這個斜率呢 相乘等於-1 那算出來也會是一樣的 好 以上呢 是第五題的講解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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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